赵立谦被发配边疆 又是老婆实力横幅 副市长与美女副局长言论 绿帽账促写视频取报 战战兢兢 中共全体常委现真实一幕 宝丁薛祥不是罪杀 但也出事了 公然对抗习近平 海南虎出境忏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谦 自去年12月2日起消失至今 引发外界猜测 其其汤天儒曾在12月19日发微博称 买不到消炎药 感冒药 退烧药 好无助 这些药都去了哪里 外界据此推断 赵立谦可能是染疫生病了 1月9日 陆媒澎湃新闻报道称 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发言人赵立谦 已调任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中共外交部官网也把赵立谦的相关信息移至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栏目中 赵立谦排在三名副司长的第一位 郑司长则是洪亮 赵立谦的调任被视为是遭边缘化 等于是被发配边疆 与此同时 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 有中国网友爆料说 有匿名投稿池 赵立谦这次调池 并没有经过内部冗长的程序 疑似大领导亲自下的令 是他妻子在微博的发言不当 导致他被处罚流放 也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 中共官媒此时特意报道赵立谦的职务变动 看似有意针对外界对赵毛展翼且重症的猜疑 进行变相辟谣 在推特上 也有人认为 赵立谦之所以被贬 是因为被新部长看不上 显然新部长秦刚上台 看不上他呗 据报道 中共外交部战狼是外交 已是全球出名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谦 是其中一名跳得很高的战狼 他的不少言行均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一夜之间 扬州广邻已副局长带路上热搜了 有网友爆料 扬州副市长张李涛和美女下属带路 在女方婚房内发生不正当关系 被女方的丈夫拍下视频 并举报道省纪委 事件引发轰动 网友评论称 中共官场腐败透顶 官员心思都用在女人和钱财上 知情人士透露 带路局长是在2021年5月19号结婚 才一年多 推测他的年龄28岁左右 带路年纪轻轻的已经是扬州市广邻区商务局副局长了 和带局长一起上热搜的 还有扬州市的副市长张李涛 公开资料显示 张李涛1978年4月出生 200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学爵士 在职经济学博士 有网友留言说 张李涛分管招商引资 商务 口岸 外事 港澳事务方面工作 此前是宝基市副市长 才一年不到就勾搭上了广邻区商务局副局长带路 据陆媒此前报道 2022年的8月 由带路带队一行四人组成的招商小分队赴广东中海 拜访有关科技公司 而带路宣传中共红色基因的视频也在网上流传 在扬州市副市长 在女方婚房里睡美女下属的消息在坊间流传之前 成都就爆出了男女官员不雅聊天记录 令广大网友大跌眼镜 对此 网友纷纷议论说 都是合格的好党员 大惊小怪 在中共官员里 言论是家常便饭 共产共期早在延安时期就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了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中共这帮贪官 不管百姓死活 心思还是用在女人和享乐上 真是无可救药 看来只能等天收了 中国的疫情令人揪心 资料显示 各地火葬场人满为患 专家预计 2023年 中国将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关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茶话会上 中共各常委及众人全部下的无精口罩 不敢有丝毫怠慢 全然忘记了他们高喊的 未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面对疫情 不靠科学 靠斗装的中共 再一次让民众陷入灭顶之灾 去年底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曾喊出惊人口号 以快制快跑 迎病毒 集中力量打赢疫情歼灭战 拨点攻坚等 而这些口号绝非是他个人的语言风格 类似的政治口号在中共的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 这是因为中共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不是科学决策 而是斗争哲学 比如面对自然灾害 中共的思维一定是占天斗地 比如抗洪 抗汉 严防死守 梗着脖子 顶着大自然硬干 其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共一手酿城的人祸 1998年洪灾 当时因为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 执意要严防死守 拒不分红 结果 小洪水酿城特大洪灾 最后 在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灾难过去后 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 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 死亡近5000人 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中共与天斗 与地斗 结果就是使无数的民众遭受灭顶之灾 中共官媒《深圳特区报》在去年3月20日曾发文称 坚持动态清零 还是选择与病毒共存 实际是关乎中共与西方国家的制度之争 国力之争 治理能力之争 甚至是文明之争 然而 事实百在每一个人面前 在这场清零大跃进的政治运动中 无数人 无数企业 苦不堪言 财富被清零 甚至失去生命 对于中共一贯标榜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余茂春最近评论说 中共几十年来热衷于发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运动 把原本是经济的问题 公共卫生的问题 救灾救难的问题 文化娱乐的问题 读书学习的问题 运动比赛的问题 病毒疫情的问题 等等等等 一律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利用对全中国资源的垄断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论证 共产党的了不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 集中力量办坏事和蠢事 从土改 镇反 大跃进到文革 清乌 六四天安门 再到全民特务监控专政 高科技境内境外封杀一击 种族灭穴 集中营制度 全球大撒币 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 让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势暴露无遗 近日 海外传出了中共二十大新进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自杀的消息 随后 又有爆料 只其是辞职而非自杀 陈敏尔尚未顶替他 不过 最新传出的消息是 他只是展翼 情况一度比较严重 有此前的媒体报道可知 习近平 王沪宁 赵乐器和新任常委的韩正都曾消失一段时间 最大可能就是染疫隔离 因此 一度消失的丁薛祥在下中某个场合露面辟谣 也不奇怪 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认为 露面虽然可以表明尚且安好 但是只能说明 他们躲过了这波瘟疫 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 不管你有多少财富 到了该得的时候 病毒自会找上门来 据美国之音报道 最近消失的丁薛祥在七常委中排名第六 年龄最小 2022年入常时刚满60岁 一般认为 丁薛祥将在明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丁薛祥比较低调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 习近平需要的首先是对自己效忠到底的人 丁薛祥就是这样一个人 程晓农博士说 不管下面有多大的压力 多大的困难 到了丁薛祥这儿就是一句话 按领导意图办 不过 丁薛祥缺乏宏观管理经济和其他民生事务的经验 也可能给习近平日后统治形成短板 近日 在中共央视播放的反腐专题片中 海南省委员常委 三亚侍卫 原书记 佟道池出境忏悔 多处犯罪细节首次曝光 其中包括对抗中央和习近平 2020年佟道池弱骂 去年6月 佟道池被判处死缓 中共央视1月8日播放的专题片中介绍 2017年7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发现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点名批评并责令整改 然而 直到2020年 经过先后三轮督察 凤凰岛二期项目整改工作却一直停止不前 中共中介委 国家监委随后进入调查 专题片介绍称 中央要求对凤凰岛进行整改之际 佟道池不按要求执行拆除方案 而是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 要保留凤凰岛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 佟道池保住了凤凰岛项目后 接受相关企业安排的各种奢华享受 收受贵重财物 到案发时已累计收受相关股东 2000多万元人民币 2020年7月 生态环境部到凤凰岛调研督察 到这个时候 佟道池还在授意下属重点介绍替代方案 2020年11月 中纪委国家监委 对他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中纪委人员在专题片中称 佟道池对中央环保督察的整改要求 阳凤阴违甚至公然对抗 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对海南的重大决策部署 和总书记对海南的批示指示要求 倒在凤凰岛项目上的 还有另一个海南湖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三亚市原市长王勇 专题片透露 凤凰岛二期项目是在王勇担任 三亚市委副出席市长任期内启动修建的 2021年10月 网友被判处无期徒刑